路加福音 第21章 耶稣举目一望,看见妇人把她们的献仪投入银库内, 又看见一个贫苦的寡妇把两文钱投入里面, 所以说, 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 因为众人都是拿她们多余的投入, 作为给天主的献仪, 而这个寡妇却是从她的部族中, 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 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饰的, 耶稣说,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待那十日一到,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们遂问说, 师父, 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 将有什么先兆?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欺骗, 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又说, 时期尽了, 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 你们几时听见战争及叛乱,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 但还不即刻是结局。 耶稣遂又给他们说, 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攻击国家, 将有大地震, 到处有饥荒及瘟疫, 将出现可怖的异象, 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 但是, 这一切是以前, 为了我名字的缘故, 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 迫害, 借送到会堂, 并求于狱中, 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 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 你们心中要镇定, 不要事先考虑申辩, 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 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 你们要为父母、兄弟、 亲戚及朋友所出卖, 你们中有一些要被杀死, 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 受众人的憎恨, 但是, 连你们的一根头发, 也不会失落。 你们要凭着奸人, 保全你们的灵魂, 几时你们看见耶路撒朗被军队围困, 那时你们便知道, 他的荒凉尽了。 那时, 在犹太的, 要逃往山中, 在京都中的, 要离去, 在乡间的, 不要进京, 因为这是报复的日子, 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 在那些日子内, 怀孕的及哺乳的, 是有祸的, 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 要有异怒, 临于这百姓身上。 他们要倒在剑刃之下, 要被掳网列国。 耶路撒冷要受异民蹂躏, 直到异民的时期满线。 在日月星辰上, 将有异兆出现。 在地上, 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嚎而惊慌失措。 众人要因恐惧, 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 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 那时, 他们要看见仁子, 带着威能及莫大光荣成云将来。 这些事开始发生时, 你们应当挺起身来, 抬起你们的头, 因为你们的救援尽了。 耶稣又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 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及各种树木。 即时, 你们看见它们已经发芽, 就知道, 夏天已经尽了。 同样, 即时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 也应知道, 天主的国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等一切事发生了, 这一代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你们应当谨慎, 免得你们的心为厌隐沉醉, 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 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 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罗网, 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 所以, 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 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 并能立于人子之前。 耶稣白天在圣殿失教, 黑夜便出去, 到明教橄榄的山上住宿。 众百姓清早起来, 到他跟前, 在圣殿里听他讲道。